看一下目前S2的破轮 桥香 拉拉队员 拥兵加牛仔 怎么说 这个阵容不太好说 因为他抓人 你比如你抓铁养尸 其实破轮抓铁养尸不太好抓 这边技能直接刷新 香水没放出来 我自己刀他也下得去手啊 关键还打到了 转手过来抓牛仔 破轮打的怎么说 他可能觉得刚才那个点位不是特别好抓条尸了 那个点位确实需要花很久的时间 你需要把一些窗封掉以后才能抓 所以这边的话破轮当机立断 打了一刀以后就当刷存在感了 所以当时那一刀兄弟们 他打条尸那一刀 纯粹就是为了骗你一瓶香水的 那么我们有 飞轮顶掉这个钩子 顶掉这个甲子 这边的话交闪现 过来有个反手小PPN 晃晃晃晃晃晃 一刀没打中 这里再给一轮技能 刷新之后牛仔6秒钟 一个悲观起伤害 再把板子破掉以后反手打拉拉队员 其实局面上面来讲我觉得穷者是可以打的 因为破轮迟迟没有能形成一个上挂 再回头来找牛仔 牛仔的飞轮是交调的 这边的话起人形态丢夹子吗 滚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啊 滚一下这边没有飞轮 你悲观怎么地都能把人给带了 那这里的话再起 开尖刺 我觉得这一轮的一个击倒其实是有的打人 我觉得穷者 虽然说看上去好像破轮不断的在砍在抓 然后打乱了穷者很多 但是毕竟你的一个一轮上挂的节奏点慢 你看密码机总量已经到三台了 也就佣兵这边如果说能够比较舒服的救下人 求生者 想保平应该不难 为什么呢 破轮他没有带挽留的 这个局就是等到牛仔挂飞了外面的密码机可能差的不到一台 可能半台或者小半台 这个机子穷者慢慢拉扯抢开以后三人开门战 破轮能留一个但留不了两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 现在的话牛仔手里面新的飞轮估计差不多好了 也就是这牛仔有皮边加飞轮 反身砸板子 好 这一轮如果说牛仔能够拖到薄命结束还不倒的话 这个局甚至有可能四人开门战 因为现在两台密码机都是差一半了吧 这台是差了一半了 这台的话刚消了三分之一 一个悲观带走牛仔专心破一快去大门 我救人刺一把把人一救牛仔似乎飞轮没有交对不对 也就是这一波挂上牛仔啊 我的判断破轮一定会去外面的 他只能去外面打 他做不了这个防守 做这个防守就没了 找条香师 对 把他调食秒了 可以 我再打 但调食那边放香水 点完香水以后直接修 你拦不住我 细血 夹子夹中一刀倒遗产 有没有问题 球者这边的话牛仔要去船上面新骑一台机子 破轮这边是不管 直接找牛仔 要针对这个牛仔打队 但牛仔手里面还有个飞轮 傭兵的话这边管不了条香师 直接抢机子了 直接抢机子了 赶紧抢 那边的话牛仔飞轮 好的 破轮 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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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子没丢过去 闪现一刀交出来 那边拉拉队员一起赶过来 这边的话把条香师摸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机子是人好的 把条香师摸起来以后呢 条香师不交自己 三个人满血 算要道具 拥兵手里面没有道具 拉拉队员这边交加速赶过来的 有点可惜啊 球者这边的话 主要这台机子的一个位置 包括他的一个距离位置离得太近 第二点就是他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交互点不够强 拖不住这个破轮 因此让破轮抓到机会去针对掉了这个牛仔 这把的话其实破轮的一个抉择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局破轮尤其只有这一个机会点去往宝平方向打了 但凡再慢一点点 这边有地窖 这边有地窖 先起一个刺 8秒钟以后吸血好 阿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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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夺 但是一刀打在了地窖口 爬爬爬爬爬 门还没开 66的门 平了 还是蛮精彩的 还是蛮精彩的 破轮主要是前期打强是那一轮 我自己觉得他就是单纯的想挥那一刀 他压根没有在意你到底是香水还是普通刀 那一个消水不香水的我就拿这刀存在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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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